曼谷爆炸 台正妹随便插废 泰国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 前天发生大爆炸 造成严重伤亡 这次有六名台湾女客也受伤 其中洪月龄和她的男友徐竹庆 身受重伤送医 苹果记者昨天在曼谷华侨医院找到洪月龄 她的双手烧伤 右腿骨折 肺部被爆炸碎片插伤 昨天早上经过四小时手术后 入境家户病房观察 刚动完手术的她 在和台湾的家人通话时 气弱油丝相当虚弱 洪月龄在新竹经营一家服饰店 她经常自己当妈豆自拍自家的衣服 前天她和男友到泰国四面佛还院 没想到竟碰到爆炸 她的男友则是脸部烧伤 身体多处骨折 但意识清楚 他们受伤的消息传出后 许多朋友上他们的脸书集气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另外在曼谷受轻伤的张姓妇女 昨天一先回台湾 四面佛是在这个角 报的地方是靠近四面佛 那这边有个桥墩 我们要走到桥墩 这边等第二段的绿灯 这时候就突然爆炸了 所以我们被桥墩挡掉了 大部分都有杀伤 因为我们的就是很尖 那命真是捡回来的 对 董新闻综合报导 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2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1000影片2000元 每周点阅出最高再送奖金5万元 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 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